唐高宗永辉6年655年10月 李治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原配王皇后废处 跟萧淑妃一起囚禁在进宫别院中 7天以后 李治就将武则天立为皇后争斗多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最终以李治和武则天的胜利告终 一 原本王皇后和萧淑妃以为 自己将在冷宫中老一生了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武则天 没过多久 武则天就派人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各打一百棍 一直打到皮开肉战 血肉模糊后还不满足 接着又让人将他俩的手足砍断 然后投入酒缸中折磨数日后 二人才痛苦地死去 这残忍的程度 并不亚于吕后把妻夫人做成 仁治 武则天到底有何冤仇 为何要如此残忍地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呢 事情还得从唐太宗驾崩那年说起 贞观23年649年5月26日 李世民驾崩在钟南山的翠薇宫 按照惯例 那些没有子嗣的嫔妃都要入长安的感业寺为你 武则天入宫12年 并未生下一儿伴侣 也就难逃当尼姑的命了 武则天是那种任命的人吗 显然不是的 当他还是武才人时 因一直得不到李世民的宠幸 就将机会放在未来皇帝李治身上 宁愿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跟李治好上 可见 武则天不是那种甘于平庸之人 你让他倾登古佛伴一生 那还不如直接让他去死 他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就私下给李治 写了一首叫如意娘的诗 看诸城必思纷纷 憔悴之离为义君 不信笔来长下泪 开香宴取石榴群 这首是大意识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已经憔悴到把红的都看成绿的地步 如果你不相信 就打开箱子 看看我的石榴红裙吧 那上面都已经洒满了我 思念你的眼泪 或许是这首诗起作用了 在李世民周年纪日那天 李治以积淀的名义 选择去赶夜寺进香 两人就这样重逢了 史书上是这样记载 两人的重逢 武士气 尚意善然 有种苦命鸳鸯久别重逢的味道 那画面别提有多感人 二 赶夜寺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王皇后的耳朵里 此时她正被萧淑妃搞得很头疼 王皇后是李世民为李治亲自选的证实 因为一直无子嗣而受到李治的冷落 萧淑妃前后 替李治生了一男两女 因此得到李治的宠幸 李治还将其儿子李肃杰 封为雍王 这下子 王皇后的危机感就更强烈了 这雍王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按照惯例 雍王一般只封给皇后生的儿子 不会封给妃嫔生的儿子 李治这么搞 明显是有要进一步提升萧淑妃地位的心思 这样王皇后心里非常不安 当王皇后得知了赶夜寺那一幕时 心中立马就有了满算 她想要借武则天来打压萧淑妃 毕竟 萧淑妃是名门望族 而武则天只是小门小户的 且还是先皇的嫔妃 拿捏起来肯定比萧淑妃容易 她一边悄悄派人 让武则天把头发留起来 一边主动向李治请求 将武则天纳入宫中 李治早有此意 当即应允 永会二年651年5月 李治的校服妻已满 便迫不及待地将武则天进入宫中 入宫后 没多久就生下儿子李红 自此母嫔子贵 恩宠更甚了 武则天也没有让王皇后失望 迅速就打败了萧淑妃 获得李治的恩宠 一跃从宫女升为二品诏仪 当然 这不是武则天想要的终点 仅仅是人生新的起点而已 王皇后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这招 驱虎吞狼 知己 最后竟然将自己也给坑进去了 三 李治登基后 发现自己成了傀儡皇帝 朝堂被以长孙无忌 楚岁良为首的集团把持住 李治处处受到撤肘 为了扳倒长孙无忌集团 夺回大权 李治选择从后宫下手 拿王皇后开刀 王皇后出身太原王室 是关隆集团的重要议员 跟长孙无忌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宰相柳氏是他的舅舅 除掉王皇后 就是扳倒宰相柳氏 进而减除掉长孙无忌集团的重要语义 想要完成这些事 李治需要有盟友 武则天一入宫 就展现出超强的政治手腕 直接扳倒了萧淑妃 将王皇后逼入绝境 这让李治眼前一亮 自己的爱妃竟然还有如此手段 找外人还不如找枕边人可靠 武则天跟李治不仅成了恩爱夫妻 还成了休妻与共的盟友 这样的两人组合 一旦想要办谁 谁就得倒霉 永辉五年六百五十四年六月 李治已行 一案胜之术 唯由 想要废掉王皇后 改立武则天为后 结果却受到以长孙无忌 楚岁良等老臣的极力反对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军方代表李治就站了出来 明确表态支持李治 他对皇帝说 此必下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 这等于是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 告诉皇帝 自己绝对不会跟长孙无忌 穿一条裤子的 在当时 李治和武则天 最怕的还是军方 如果军方和长孙无忌等的态度一致 那么一旦皇帝执意要废王立武 这些人就可以搞一次政变 把皇帝换掉 而如果军方站在皇帝一边的话 长孙无忌等人都是文官 没有武力的支持 顶多就是在朝堂闹一闹 很难成事的 当李治这么一表态 皇帝的心就放下了一大半 废王立武 这事就成了 四 永辉六年 六百五十五年 十月 唐高宗下诏称 王皇后 萧淑妃 谋刑阵读 废为庶人 母籍兄弟 一并除名 流放岭南 王皇后和萧淑妃 被废为庶人后 就积压在进宫别院里 相当于被打入冷宫了 这冷宫是啥样的呢 四周没有窗户 大门被锁死 只留一个送食物的小窗口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 也没侍女伺候着 事情发展到此地步 两人虽然被积压 生存环境恶劣 但至少没有性命之忧 然而 李治的一次神操作 立马要了两人的命 就在两人被废后的一个多月 李治突然就情复燃 想起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好来 于是就私下跑到两人积压的别院 当他见到两人被关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顿时心生怜悯 对着小窗户问道 皇后 淑妃 你们还好吗 这不是废话吗 在这样的环境下 正常人怎么可能会好 不过王皇后却非常人 他听到李治的话后 哭泣地说 妾等已经沦为公毙了 哪里还有这样的尊称呢 你看这回答多有名门望族的范 如此只是上面那句 或许王皇后的命运还不至于那么惨 真正让她遭受悲惨下场的事 她后面说的这句话 陛下如果还记得往日勤奋 还愿意让妾等重见天日 就把此愿命名为回心愿吧 听到这句话 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此情此景 和感业寺中武则天与李治相见的场面 是何等相似 那时 武则天也是泪流满面地拉住李治说 如果您还念及昔日勤奋 让我回到您身边 我愿意一辈子伺候您 一样的情景 只不过换了主人公 后来李治就真的把武则天接回公了 无 可以想象 当武则天得知这件事时 内心得有多么愤怒和恐惧 他是绝对不会让 感业寺的戏码 再来一遍的 当时武则天的全部依靠 就是丈夫李治 这些和他争夺丈夫的女人 不仅仅是情敌 政敌 甚至是要他命的敌人 他这皇后宝座还未坐稳 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 对自己都还不信服 自己的丈夫又要旧情复燃 想想王 萧两人失宠被废的下场 想想原太子李中 因王皇后被废掉下场 武则天打死 都要保住皇后的宝座 所以 他要将这些可能都扼杀在摇篮中 只要王皇后和萧淑妃一死 李治自然不会再有其他想法了 为了说服李治杀掉两人 武则天强忍着愤怒对李治说 陛下 我们刚刚取得一点小胜 不论是前朝还是后宫 一切都还不稳定 随时都有可能再起波澜 您这样轻率表态 要放了两人 那之前跟随我们的人会想 我们的敌人又会怎么想 武则天从政治角度 给李治分析了利弊 将两人捆绑成一个利益集团 李治虽然多情 但在利益面前还是比较果决定 于是 就让武则天全权处理两人 那么 武则天得到这个执行权后 会怎么做呢 李治肯定想不到 武则天会对两人那么狠 武则天下令把王 削二人 各打一百大板 打得皮开肉战 打完后 再令人砍去两人手足 扔到九缸里去了 还美其名曰 令二玉骨醉 你们俩不是在做 重获自由的没梦吗 那就让你们醉到骨头里去 折磨多日后 王皇后和萧淑妃 才在痛苦中死去 年仅二十多岁 六 武则天此举 不仅除掉了心头之患 还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 从此后宫再也无人敢 跟武皇后争宠了 历来后宫的争宠斗争 都是表象 前朝的残酷斗争 才是核心 如果王皇后和萧淑妃不死 就有重新获得恩宠的可能 到时 凭借背后家族的势力 武则天无论如何 都是斗不过的 王皇后代表的是 世家旺族的太原王室 萧淑妃代表的兰陵萧氏 李治宠爱萧淑妃 就是故意要挑动萧淑妃 和王皇后宫斗 以此来分化 关隆集团的势力 武则天的出现 让王 萧二人 放下仇怨结成一党 这让李治分化 意图落空 萧淑妃也因此 立刻就失宠了 李治之所以立武则天为后 用他来对抗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关隆集团 主要还是因为武则天背后的势力弱 父亲只是个爆发护伤人 社会地位不高 父亲死后 武则天跟娘家的关系又闹僵了 自然不会有外戚甘政的隐患 更何况 武则天还是伺候过先帝的财人 宠幸时 对武则天来说 这是一条优势 被抛弃时 这就是一条要命的罪名 有这么多把柄在手 李治用起武则天来 就非常放心 试想一下 一个赶在老爹眼皮子底下 睡小妈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真的 懦弱呢 这样的人无情起来 可是连亲舅舅一家都灭门的 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正因为如此 武则天才要牢牢抱住李治这个大树不放 此时的武则天 还没有跟李治叫板的资格 失去李治的恩宠 王皇后和萧淑妃 就是前车之剑 七 后来 武则天那么卖力地替李治打理朝政 一方面是要牢牢把握住恩宠 另一方面也是在积累自己的势力 哪天李治不要他了 他好歹还有一搏的能力 到了晚年 李治发现武则天已经有威胁到李唐江山的迹象 可惜他已经没有废后的能力 只能自我安慰一下 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女人能当皇帝的 这江山必然还得是自己儿子的 直到李治驾崩 武则天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再也不用担心 王霄二人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古代封建社会 皇权和权势就是一切 为了争夺权力 皇室成员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 为了登上皇位 展现出了比男人还要狠辣残忍的一面 甚至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亲姐 本文将为读者全方位地剖析武则天的传习一声 解开他为何要杀死自己亲姐的真相 武则天 一个传奇色彩浓厚的女性 她从一个普通女子进宫 一步步爬上皇位 称帝称皇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 但她荣登紫禁之巅的路途并不平坦 充满了肮脏的宫廷斗争 和神秘的阴谋算计 为了登基称帝 武则天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他的手段高明 心思缜密 手段毒辣 连自己的亲人也可以全然抛弃 公元七世纪 武则天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名叫武俊 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县令 母亲是一个寒门出生的武女 这样的家世 在当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 可谓是最底层 然而即便生在普通之下 武俊的命运却并不普通 他天生丽质 聪慧获人 不甘平庸 从小就勤奋学习文史 渴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的母亲也从小就发现 武俊与其他孩子不同 他异常地聪慧过人 而且极具耐心 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坚持下来 十三岁那年 他考入了长安国子健学习 考试成绩高居前茅 富有超长的天资 这份超长的才华 很快就赢得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入选宫中当选士 当时的唐朝皇帝李世民 为了选择贤妃 每年都会从民间挑选 最聪明才华的少女 入宫做选事 这是每一个普通女子 翻身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要想改变自己的出生 只能嫁给一个好人家 或者入宫做皇亲国戚 十三岁的武俊 就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 在众多选事中脱颖而出 如愿以偿被选入宫中 她欣喜若狂 直到入宫的那一刻 她才终于感受到了 自己命运正在发生改变 改名五妹娘的她 很快以出众的才华和姿色 打动了年过半百的李世民 成功成为她宠爱的妃子之一 然而此时的五妹娘 只是深宫中的一员小妃 没有任何的侍权 她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公元649年 李世民驾崩 李治继位 视为唐高宗 此时的五妹娘 凭借和李治的私通关系 迅速晋升为 新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她先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 排除了包括李治的原配 王皇后在内的其他妃嫔 终于历经重重危险 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女人 然而武则天的野心 不止于皇后之位 她由于出身寒威 所以十分渴望权势 想要掌控大唐江山 为此武则天设法 获取李治的信任 先后引导李治误杀 和迫害了许多大臣 他也想方设法 讨好李治的母亲 获得母仪的信任 之后 他又诱使李治 刺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以此证明 自己对皇帝的绝对忠心 他心狠手辣 为了权势可以亲手杀子 毫不留情 随后武则天 逐步插手朝政大使 作为皇后的背后辅助者 逐渐掌握实权 可就在此时 李治也开始察觉到 武则天的权势 已经快要超过皇帝了 于是他悄悄地准备起来 想手段打压武则天 削弱他的权力 而心思敏锐的武则天 很快就看穿了李治的用意 两人的关系在这时 陷入了十分微妙的局面 李治决心收回权力 武则天也绝不会甘心放手 一场关乎大唐江山的无声较粮 就此展开 公元655年 武则天生下了李治的第一个儿子 受孕在身不能侍寝 这是他的亲节武顺 突然受到了李治的宠信 经常被照到宫中 武则天心中十分愤愤 认为这是李治想要切断自己的权势 所以特意开始宠信自己姐姐的做法 更何况啊 武顺比武则天大仗几岁 已是中年女子 未受过太多读书写字的熏陶 也无甚滋色可言 李治此举 显然是想打压武则天的权势 一日啊 武则天亲眼看到武顺从李治的寝宫出来 心中之恨达到了顶点 当场就对武顺说了一句冷酷的话 你离死不远了 之后啊 武则天便开始酝酿计划 设法出去这个心腹大坏 在他的算计下 武顺很快在宫中因不明原因死去 虽然武则天狡辩是病故 但所有人都知道 杀死武顺的黑手就是武则天本人 为了皇位 他可以冷血杀死自己的亲生姐姐 就这样啊 为了争夺皇位的权利 武则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姐姐 他用这残忍的手段 终于排除了最后的心腹大坏 公元690年 在经过长期的积累后 武则天终于在一个政变中 成功废除了理智 自立为帝 一举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 尽管过程中充满了血雨腥风 但武则天还是以意识和手段 实现了普通女子登上皇位的传奇 武则天传奇而又传奇的一生 充满了太多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 和令人胆寒的阴谋篡权 为了登上紫禁之殿 他可以杀死 可以弑君 更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 这种残忍于决绝 让他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一生 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 不为人知的血泪荒唐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武则天那宁笑的面容 还在提醒后人 权力能使人何等冷酷无情 一个心狠手辣之人 对于背叛反对自己的人 向来不留余地 就算是自己的亲人 他也会亲手了解 其实在武顺被武则天发现之后 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久了 所以在那之后 他试试顺着武则天 帮武则天达到权力的巅峰 但最终也免不了被害的结果 最后武顺的女儿也没有逃掉 一杯毒酒 让刚刚为妃子的贺兰芈月 与母亲一起踏上了黄泉之路 贺兰家最终 还是因为张狂和虚妄 把自己送到了武则天的杀伐之手中 至此 武则天的权力在理智在世的时候 就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家人之间的互相猜忌和利用 最终也使得武则天 难以再对任何人 抛出一颗真心和相信他们 武则天是封建朝代中 第一个女皇帝 她所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那个男权主义社会 这样的女子自然也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但武则天还是凭借着他的能力 改变了一段历史 虽然武周并没有存活多长时间 但他依旧开创了一个时代 然而为何最终皇帝还是李家的呢 这主要是因为啊 武家子弟一个都不太中用了 终日只知飞扬跋扈 政治能力低下 武家两个子之辈都做过宰相 但都是因为毫无建树而被武则天给罢免了 当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扶不起来 而人心又都向着礼堂 武则天终于转变心意 为了国家的长久 他还是决定立李家子弟为太子 不过太子不是李诞 而是李显 这是出于李诞与武家接仇太深 日后怕武士后人遭到报复而留了一手 两百年后人们才知道 他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 李显在大臣的支持下赴唐 使得大唐的江山又得以延续了两百年 如果当初传给武家 以他们的能力 中国将不复存在一个圣唐的时代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 史书中用记载的寿安公主有六位 虽然这六位公主都顶着这么一个祥瑞的封号 可除了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四女之外 其余不同朝代的寿安公主 碍于出身或朝政的原因 要么就是不被皇帝关注 要么就是被曹操收录 总之都不是很顺遂 这其中只有清朝的寿安顾伦公主是幸运的 也是幸福的 她的亲生母亲是道光当时极为宠爱的全贵妃 全贵妃一生为道光皇帝诞下了良女义子 一生极受荣宠 其在前任皇后 崩世后转年就被策立为了新任皇后 道光对这全贵妃一脉的偏爱 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道光皇帝和全贵妃的大女儿 在十岁出头的年纪就因病要早邀 因此道光帝和全贵妃 对于二女儿寿安公主更加珍视 可以说是到了摘星揽月的地步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寿安公主 竟有些显被道光皇帝赐死的时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当中 重男轻女这事儿 可是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了 现代人们看到有哪个家庭非要强调 女人生儿子才有价值的时候 往往会嘲讽一句 怎么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 然而就在真正讲究皇位继承的封建社会 也不是每任皇帝都会只偏爱儿子的 世丸公主于道光六年出生 在她之前道光皇帝已经有三个女儿了 道光二年在选秀的过程中 道光皇帝对年仅13岁的纽护路氏一见钟情 直接将其封为平位 而之所以封号维权 是因为道光皇帝认为 纽护路氏才华 智慧和样貌皆全 哪里都很好才有了这么个称号 足见道光皇帝对于纽护路氏有多么满意 玄平入国后 道光帝两个人非常恩爱 玄平很快就从品位升至妃位 还怀上了身孕 即使他连续两次生产生下的都是女儿 道光皇帝对他的疼爱也未解分毫 还将其从妃位抬至贵妃 这份来自皇帝的偏爱放眼当时的整个后宫 也找不出第二份了 不过造化弄人的是 道光皇帝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早早要亡 因此最小的寿安公主 反而在阴差阳错之下 成为了道光名义上的长女 又因为她是在前面三个女儿 接连过世的情况下 第一个健康存活下来的孩子 加上生母权贵妃颇得圣恩 因此道光皇帝对于寿安公主极为重视 在生下寿安公主后的第五年 权贵妃为道光皇帝生下了一个皇子 自此权贵妃在儿女双全的加持下 稳稳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而寿安公主也从此过上了父母疼爱 姐弟相伴的日子 清朝皇室每年过元旦的时候 后宫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妃子们 都要以皇后为首 进入祠堂向皇帝和皇太后行礼 一般来说 这个环节是没有小孩子的参与的 但是因为道光皇帝太过喜爱寿安公主 因此在寿安公主11岁那年 她成为了元旦行礼之列 唯一的一位公主 除此之外 有时皇帝还会让这个女儿出现在 文武百官面前接受她的恩赐 接受大臣们的跪拜 那阵仗俨然有将寿安公主 比作女王的架势 不过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寿安公主 毕竟还是要嫁人的 对于她的婚事 道光帝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仔仔细细挑选了许久之后 才将寿安公主赐婚给了当时 在很受道光旗中的大臣德牧储克扎布 说起这个德牧储克扎布 他可不是一般人 当时在清朝北方所在的游牧民族中 有一位极具号召力的王爷 他的名字叫做阿旺都瓦底扎布 是奈曼奇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君主 同时也是奈曼奇的第十任王爷 在皇帝面前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德牧储克扎布最难能可贵的是 德牧储克扎布并没有因为 自己的父亲身负要职 就成长得骄横跋扈 反而为人处事极为稳重 正是因为看中德牧储克扎布的品行 道光皇帝才很早地 就将他安排在狱前行走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 认为他真的适合与寿安公主相配时 道光皇帝在两个人成亲时 直接大方地赏赐 德牧储布扎布 带宝石顶 带三眼花铃 刺穿御衣 给了他如同贝子一般的待遇 所谓贝子就是一种皇族职位 这时的道光显然是在 有意抬高这个准女婿的地位 道光二十一年 寿安公主便与德牧储布扎布成亲了 婚后 道光皇帝还曾亲自来探望过寿安公主 生怕她受到一丁点委屈 本来公主出嫁以后 皇室会有专门负责看管公主日常行为的嬷嬷 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约束公主们的行为 避免她们给皇室抹黑 就连公主与驸马见面的次数 也要受到嬷嬷们的严格管理 在寿安公主的反抗下 道光皇帝直接免去了嬷嬷们的权利 从那以后 寿安公主和驸马见面 便可以不受管日了 历史上很多朝代都规定 驸马不能入室 更别提掌权了 这一点到了清朝也一样 虽然清朝在这点上 没有前几个朝代那么苛刻 但是为防外企 驸马的权力一般都不会很大 可出于对德牧主客渣布的欣赏和对寿安公主的宠爱 即使德牧主客渣布成为了驸马 他依旧还是清朝的将军 可以随时为朝廷上马出征 这是德牧主客渣布身上所背负的责任 无论谁也无法改变 不久清朝边境突发战火 道光皇帝便派德牧主客渣布前去领兵作战 德牧主客渣布以将军的身份带兵出征之后 最为挂念他的当属寿安公主了 战场上刀剑无眼 对于德牧楚客渣布的安全 寿安公主一百个不放心 而德牧楚客渣布离开的时间一长 对驸马的思念之情也让寿安公主辗转反侧 他给德牧楚客渣布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 希望他能够早日平安归来 或许是知道这样的分别 对寿安公主来说太过残忍 道光皇帝在某天突然来看望这个 自己最为疼爱的女儿 可当他见到寿安公主整个人精神不振 食欲不佳之后 道光帝难免紧张了起来 虽然寿安公主一直说自己没什么事 只是没休息好 但爱女心切的道光皇帝 还是立刻叫来了寿安公主诊脉 这不准不知道 看诊之后 寿安公主吓了在场所有人一跳 寿安公主竟然怀孕了 寿安公主的整个结论犹如一颗炸雷 让众人在惊恶之余都慌乱了起来 作为皇帝的道光在反应过来之后怒不可遏 驸马在外为国征战 自己的女儿却背着人家怀了身孕 这算怎么回事呢 愤怒之一 道光帝还不忘找出罪魁祸首 他逼问寿安公主 孩子的生父是谁 没想到 面对这个一向对自己关怀备至的父亲 寿安公主硬是一个字都不说 这下气急败坏的道光 只好先将寿安公主关了起来 甚至扬言要将她处死 见父亲真的动了雷霆之路 寿安公主只能在被关押之前 交代自己的侍女 快快去找驸马前来相救 收到公主求救信息的德牧主客渣布 在紧急处理下军务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往回赶 对于她的到来 道光第一开始还有一些愧疚 毕竟寿安公主做出了如此不守妇道的事情 她也自知理亏 但德牧楚祸渣布接下来的一番话 居然让整件事都出现了转机 原来德牧楚祸渣布在外拼伤的这些年 也十分思念寿安公主 相思无要仪 两个人在几次通信之后 决定找机会私下相见 于是 独木楚祸渣布就趁着几次军情放松的时候 悄悄回到了公主府与寿安公主私会 解聊两个人相思之苦 但是按照律例 出征在外的战士如果私自回京 那可是死罪 搞不好还要牵连族人 所以两个人决定合力将此事瞒下 只不过没想到寿安公主居然怀孕了 当然这是为什么皇帝逼问寿安公主 父中孩子生父是谁时 寿安公主倔强不达的原因 他不想自己的心上人因此被处罚 可是为了公主的名声和安危 德牧楚祸渣布还是及时赶回来 澄清了一切 哪怕可能面对的是帝王之怒 他也认了 在知道这件事是如此一场误会之后 道光皇帝的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女儿没有做出那等丢人的事 驸马与他也十分恩爱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 因此他并没有过于苛责 德牧楚祸渣布和寿安公主 反而在一番思索之后 修改了部分律法 令那些为国卖命的将士们 在战争结束之前 也有了回家探亲的机会 1860年年近34岁的寿官公主去世 当时道光皇帝已经也已离世了 继位的是寿安公主的亲弟弟贤丰 他将姐姐安葬在了京都郊外 可以说他这辈子真的做到了福寿安康的 做完了这一生 专家在一座千年古墓中 发现了200多例的仙丹 进行科学化验后 得到的结果令专家十分愤怒 仙丹到底是什么 又有什么作用呢 发现千年古墓 封建王朝时期 许多人都追求着长生不老 甚至秦始皇都有这个想法 1965年 老张一家生活在南京香山下小村庄中 那时人们都靠着种田生活 一家的收入来源全都是来自地里的庄稼 这天和往常一样 老张带着锄头来庄稼地里 除草 老张动作十分小心 生怕伤及到地里的庄稼 他发现有块地方的野草长得异盛 于是用锄头吃力地挖着 可没想到刚挖了一锄头 就听见明显的铁气创撞声 老张蹲下用手扒开了泥土 只见泥土下面是青黑色的石砖 这可给老张吓一跳 自己地里怎么会挖出石砖呢 老张又好奇地继续往下挖了几下 越来越多的石砖展现在土地上 老张急忙找来旁边的村民 请他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农民仔细瞧了瞧石砖的模样 对着老张说 恐怕你是挖到古墓咯 老张一听不敢再挖了 挖到古墓的消息很快也在村子里传开 江苏省文物局听到消息后 立即派遣考古专家前往现场调查 经过专业的调查分析 专家根据外表清理的情况 推断这不是普通的古墓 墓葬区域非常大 应该是王公贵族的古墓 专家深入考察古墓 墓葬中的陪葬品各式各样 金银珠宝数不胜数 从古墓中挖掘出的青铜器得知 墓主人生活在魏晋时期 这意味着 这座古墓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从出土的文物和墓葬的规模 都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 专家们在主墓旁边的墓穴中 发现了一具女性尸骨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 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墓主人的妻子 这座墓可能是夫妻墓 这座古墓就在主墓旁边 棺材中的陪葬品也非常丰富 专家们将陪葬品整理好后 开始清除棺材里的尸骨 他们惊奇地发现 在女子的尸骨头顶上 有200多粒丹药 由于时间紧迫 专家只好先将药丸收到一起 准备后续深入研究 现在他们的首要目的 就是搞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这时从一旁的墓志明中 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等信息 这座古墓的主人 是东晋时期的大臣王斌 墓主的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或妾室 而是他的女儿王丹虎 狼牙王氏在魏晋时期 可是非常出名 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 是王斌的侄子 王氏家族显赫 家中父子都身兼要职 他的孩子也是大将军 因此 这座古墓的规模和陪葬品 自然不是一般的古墓 那为何他的女儿 会和自己埋葬在一起呢 古代丧葬仪式中 根本不会让女儿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而王丹虎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是因为他一生为嫁 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法医对王丹虎的尸骨进行检查 推断他生前只活到了58岁 能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也体现出王斌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 墓主人的身份解开了 专家们下一步就是要揭开丹药的作用 长生不老药 王丹虎生前一直苦苦追寻长生不老的办法 炼制了大量的丹药 常年服用身体各项器官造成了一定的损坏 在他去世后 可能是疼爱他的父亲 主妇托人将丹药一挤陪葬 也有可能是其他亲人得知王丹虎喜欢服用丹药 就扬将剩余的丹药当作陪葬品 没想到经历千年 这些丹药竟然还能保存下来 专家们将丹药转交给科研人员 进行研究分析 可结果却让他们十分恼怒 这些丹药中的主要有朱砂 白帆等组合而成 并未发现对身体有益的成分 朱砂和水银都是人体内重金属超标 是毒药 单次服用 少量服用 身体都没有明显的特征 但王丹虎成年累月地服用丹药 这些重金属堆积在体内 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 对精神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斌或许不知道 这些丹药是对人体有害的 他只知道女儿迷恋长生不老药 他通过自己的关系 找人炼制长生不老药 给女儿吃 他不知正是自己的无知 断送了女儿的性命 但从墓葬中出土的丹药 专家推测或许王丹虎 已经对他产生了依赖 受到朱砂的影响 王丹虎的身体和精神 都已经变得十分脆弱 随着长时间的服用丹药 王丹虎在58岁时离世 一生未嫁 王丹虎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大户人家中 完全可以活得更加久长一些 王丹虎痴迷追求长生不老 反而将自己害了 王斌追寻长生不老的原因 王斌和王丹虎都痴迷于炼丹文化 在封建王朝 大家都盼望着自己能够长生不老 中国丹药文化在神话故事中也有体现 例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从皇家贵族到平民百姓 吃米炼丹的人不在少数 都渴望得到成仙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 在晚年时期也吃米丹药 在全国各地寻找能够炼丹的术室 为他制作长生不老药 而他所服用的长生不老药中 也含有大量的朱砂 这和未尽时期制作丹药的方法差不多 可见并没有人深入了解 发明有意的丹药 东晋时期 许多人都在追求长生不老 想要制作出丹药 丹药文化是上层文化 不言而喻的东西 王斌选择电丹 也是为了打消皇帝对他的疑虑 当时王家势力庞大 很多人都认为 王氏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力 王斌的哥哥王敦受到吹捧后 想要谋权篡位 残害了许多名将 王斌反对哥哥的暴行 不愿与他同流合污 王敦顾及兄弟情 就将他发配到了边缘地区 最终 王敦兵败去世 王斌重回朝廷 但是此时皇帝根本不敢再重用他 王斌空有一身本领 却无用武之地 王斌受到了朝廷的打击 身体和心理都慢慢地颓废 他每天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用短暂的快乐放掉烦恼 一次他和朋友们聊天时 有人向他推荐了丹药 他咽下后精神放松 整个人仿佛腾云驾雾一般 这种丹药中含有大量的朱砂 王斌并不知道 而且丹药带给他的快乐 是其他任何东西达不到的 这种药在民间被称为五十散 是非常流行的长生部老药 王斌疼爱自己的女儿 有这么好的东西 第一时间就拿给王丹虎 王丹虎服用后 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因此父女俩人一起长期服用丹药 而王丹虎和王斌都不知道 这丹药会慢慢地摧残 他们的精神和身体 而且女子长期服用 含有朱砂的丹药 会影响生育 王丹虎坚持吃丹药 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影响 或许这也是他没有结婚的原因吧 如果王斌知道自己给自己宝贝女儿吃的药 不是长生不老药 而是毒药 那他一定会很伤心吧 但药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了宝贝女儿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 看待以前的事情 或许无法理解 他们对长生不老的执着 但其根本原因 是当时人们思想落后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 也是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不能违背 也无法更改 香山古墓的挖掘 展现了东晋时期人民的追求和信仰 这些弹药 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古代战乱 动辄生灵涂炭 哪一种俘虏是战争中最惨烈的 不是军人 不是能臣 而地位低下的女性 当她们惨遭俘虏后 往往会遇见非人的待遇 对女性的伤害极高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面临的只有悲惨结局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当古代女性被俘虏之后 究竟会遇到哪些事情 女俘虏 成为按需赏赐的物品 失去自主意愿 古代战争异常残酷 尤其是在混乱的年代里 列国之间交战平平 一旦国破家亡 所有人都会成为俘虏 一般男性俘虏 要么被杀害 要么就会沦为奴才 成为下苦力的工具 动辄遭受打压辱骂 这是成为俘虏 无法避免的一步 很少有军队会优待俘虏 而在所有的俘虏中 一旦女性被俘 等待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女性因为身体强弱不如男性 所以对于军队来说 她们的威胁更小 而在军队的眼中 女性不算是人或俘虏 而是一种物资 就像是粮食一般 被俘虏的妇女 比如当时蒙古国南征 她们便是将一城所略结的 女子与生树 都看作是战利品 于是这时候 女俘虏成为了一种物品 她们可以用来赏赐给下面的将士 成为了将士们军功的体现 完全失去了自主意愿 尤其是普通出身的女子 她们就更加失去了选择 完全是被推散着分发 比如北宋遭到金国进攻 也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支持 北宋有14000名俘虏 遭金国压到北方 其中与女眷居多 女子遭到俘虏 当第一批被送往北方的军队 还剩1900名妇女时 她们的下场是被金太宗发配 分发给了那些留守圣经的人员 另外有300人留在了换衣局 一共玩乐 还有许多官宦女子被留在阴京 她们大多被卖进了妓院 甚至还以金人 以10个人换一匹马的价格交易 还有许多女子被卖到了高丽蒙古 这次劫略至少有数十万的女子被俘虏 根据阴仁主记载 妇女分入大家 不顾明节 游游生理 分给谋客一下 识人久昌 明节即丧 生命一亡 女俘虏不过是几匹马 几两银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良家女 而金国在劫略和索要俘虏时 首先就以女子为重 甚至还曾索要女童600人 却没要男童 她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烧杀掳掠 强迫妇女 所以当妇女被俘虏之后 也真正地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不过是一种合理分配的物资 任由众人采鞋 成为谢玉的工具 失去了明节 当女俘虏被分配之后 等待她们的是更加痛苦的命运 一般行军打仗都是男子 一场战争下来 少则几个月 多则几年 对她们来说 女人就像是沙漠浴水一样 所以面对女俘虏 她们会用各种 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 而女俘虏也成为了 她们谢玉的工具 遭到压迫的女俘虏 而且因为一般被俘虏的 都是敌国女子 这些将士对人本身 带有敌视的意味 妇女又无法反抗 这些将士也把妇女 当作是一种物资 所以许多被俘虏的妇女 都逃脱不了被强迫的命运 我们还是以 靖康支持为例子 靖康元年 北宋未经 进贡了1000名女子 之后 金人又将宗室的妇女 甚至还有北城的妃嫔 都列为俘虏 超过5000人 被送入金人的营寨中 只有又选取了3000处女 也成为了俘虏 当时的金人丞相 完颜宗汉 为此大白淫习 自己身边有十来人伺候 剩下的妇女 分给下面的将士 遭到屈辱的女俘虏 基本每个将士身边 都有一到两个女子 要求这些女子 必须盛装出席 一共他们玩乐 并且这是常态 金人常常要求 宫中的妃嫔更换衣服 为他们倒酒 一旦有人不从 就立刻处死 当时有不少后宫妃嫔 不愿忍受折磨 就被金人杀害 很快 连公主都成为了金人的俘虏 根据记载 当时完颜宗汉的长子 看上了宋徽宗的女儿 于是便要强行索要赵福金 但赵福金因有婚约在身 不同意 最后哪怕是宋徽宗阻拦 也没能保住赵福金 静康之耻 除了赵福金以外 王妃 妃嫔 一并成为了侍妾 他们被迫尾身于金人 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数不胜数 当时宋徽宗的妃子 在途中遭遇调戏 几乎是寻常的事情 许多女子是求死都不能 只能饱受摧残 而且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俘虏礼 牵羊礼 这是金人的献福礼 要求宋徽宗以及宋钦宗两个皇帝 加上一众非平等 将衣物全部脱下来 身上披着羊皮 上身赤裸 然后走到金朝的宗庙当中 牵羊礼 这对妇女又是极大的侮辱 中原女子注重明捷 在众人的瞩目下遭到如此屈辱 许多女子都选择纷纷自杀 当时宋钦宗的朱皇后 在倩羊礼之后 又被金人要求赐欲 她不堪忍受侮辱 选择上吊自尽 结果被人救下 她又选择了自杀身亡 让人唏嘘不已 同时还有赵构的夫人刑事 被金人掳去 她当时怀有身孕 结果金人强行要求她骑马 最终导致堕胎 之后又遭人监恶 刑事选择自尽未遂 最终被关入了换衣局 也就是军营中的妓院 古代军纪 这也是女俘虏的第三个下场 成为军纪与女仆 遭受敌军蹂躏 成为军纪 前面我们说了 女俘虏会遭受哪些对待 但对于她们的折磨 也不止于此 当她们成为军纪 才是噩梦的开端 军中据男子众多 如果真的成为了军纪 也意味着她们的地位更加低等 不仅需要干各种粗活 脏活 还要遭受凌辱 这对任何一个女子来说 都是无法忍受的 如果一个女子被俘虏 哪怕是俘虏也分等级 如果是被将帅看上 或者是身份贵重的人看上 虽然遭受屈辱 但下面的底层将士 不能随便碰你 可如果成为军纪 她们的职责变成了专门服务士兵 女俘虏相比于之前的遭遇 这才是最惨的一种下场 但这些俘虏都无法反抗 当她们面对国破家王的场面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 这也是每个俘虏都想的事情 而有的妇女为了不成为俘虏 选遭到屈辱 会在刚开始就选择自尽 免得到了最后 是想死死不成 想活也活不了 在古代 由于各国常年征战 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在这场好击中 有一类人遭受的痛苦尤为深重 她们就是古代战争中 最悲惨的受害者 立位低下的女性 不同于士兵和元首 这些女性在战争中 遭受的苦难令人痛心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 她们的命运充满了磨难 帮国家因战争四分五裂 男性要么被俘虏 要么惨遭杀害 生活陷入痛苦与不确定 而女性因为体弱多病 对战士来说威胁相对较小 因此成为了战争中的牺牲品 例如在蒙古国南下征战时 俘获的女性如同牲畜一般 被视为战利品 她们失去了自主权 成为将士们炫耀的资本 即使是皇帝的妃嫔 即使是皇帝的妃嫔和贵族女性 也难以幸免 她们被当作战胜国家的象征 却鲜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北宋的健康支持事件中 许多女性被巾帼俘虏 她们被迫承受难以想象的凌辱和虐待 还记得当年上学时 看到过关于南宋时期 双性人董事秀的故事 她作为一个男人 却拥有女性的生理特征 家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就将其抛弃在尼姑庵的门口 从此以后变成了弃婴 在尼姑庵长大的她 等到唯一知道自己双性人特征的 施态离世后 开始作恶 她利用自己女性的外貌 接近自己的师妹们 对她们实施侵犯 很多前来上香祈福的女施主 也成为了她的猎狩猎目标 因为古时候女性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 害怕仇事说出来后 会有人戳自己的脊梁骨 甚至被扫除家门 在受辱后依旧只能默不作声 古代尼姑巨兆 至于那些心理素质极差的姑娘 则选择自尽 好在最终 南宋朝廷听说这个消息 站出来主持了公道 将董师秀砍了头 作为双性人的她 真的是又可怜又可恨 而在南宋之前六千多年 距今七千三百多年 也有一位双性人 被称之为领口姑娘 她的命运悲惨得极为单纯 七千三百年前的古墓 1994年 考古工作人员们接到消息 前往西安同关县进行考古调查 根据事发地高速公路 修建工地的工人们给到的消息 他们挖到了许多白骨 其中有一些具有人类骨骼的特征 于是果断选择报警 作为西安当地的警方 接到报警后就有一种直觉 事发地下也许有古墓 原始骨气 陕西文物局的考古专家来到现场后 开启了初步挖掘工作 没躲多久 现场传出了兴奋的声音 这是骨气 骨气呀 周围人的勉光 全都聚焦在了这位专家身上 专家捧着手中的骨气 激动的心趣 溢于言表 也难怪这位考古专家这么兴奋 骨气出现的时期 那可是比夏朝还要往前 已经是远古时期的产物 这批骨气古董 按照专家的分析 大概在7300年前 随着挖掘行动的进行 专家做出了判断 这应该是一个木群 很多古人都在这里安葬 这次发掘工作 强度绝对不小 领口姑娘的尸骨 而在众多满有白骨的木坑中 有一个被设定为M21号的木坑中 有一具尸骨 成为了考古专家们 心中的重点观察对象 被残忍杀死的双性人 领口姑娘 八根骨叉 两根骨箭头 八件骨臂 类似于骨质簪子 有的深深地插在了头骨处 有的则是横插在大腿位置 还有一根骨叉 直接贯穿了整个脊椎 更要命的 还是那插入大脑的箭头 和骨臂 以及插入心脏的骨叉 骨箭头 这些凶器有多次使用的痕迹 可见这举尸骨的主人 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他人 极有可能是一群人 残忍地折磨而死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随着对尸骨的详细研究 专家发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眼前尸骨的主人是双性人 最初专家进行初步检测 从骨骨以及齿骨的结构 以及男性的下体特征 都能够确定他是一个男人 可是在对DNA染色体 进行化验的时候 却发现 他的染色体结构 竟然是女性染色体XX 专家当时为其取名为领口姑娘 也纷纷开始猜测 他到底为什么在拥有 女性染色体的情况下 却出现了男性的生理特征 从基因方面去看 变异是存在可能的 但如果这样 领口姑娘的染色体 应该是类似于 XXY这样的双性染色体 不应该是纯粹的XX染色体 按照人体发育的过程 以及相关医学知识 以及那个脱离文明 只顾生存的原始时期来看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后天雄性激素的变化 远古时期 原始人以部落为单位 进行群居生活 想要活下去 那就需要依靠打猎求生 所谓的农业 在当时可能只是个 并不存在的概念 翁丁原始部落装饰 打猎得出来的肉食品 则是会被烤熟后吃掉 不论是动物的皮 肉 肝脏 都是原始人们进食的目标 甚至连性机关 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能浪费的真修 极有可能原始人部落的食物 采用的分配制度 部落中什么家庭的人 吃什么部位 是规划好的 林口姑娘家被分配到的肉食 可能就包括了生殖器官 按照对林口姑娘 古林的调查 她在死时应该只有15岁 专家们因此有了一种猜测 林口姑娘从染色体上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性 但因为在没有完全发育的时候 就一直使用动物性器官 导致身体内激素紊乱 林口姑娘头部伤势 体内的雄性激素开始活跃后 林口姑娘的发育路线就发生了变化 身体的男性特征也随之开始出现 还有一种可能 原始部落不存在所谓科学养育观念 林口姑娘的双性人特征 也有可能是原始人近亲孕育导致的结果 原始时代的暴行 如果从这个角度再看林口姑娘惨壮 这一切也许就能说得通了 在那个没有科学存在的年代 原始人对于所谓的神抱着绝对的崇拜心理 任何他们看来奇怪的事情 在他们的认知中那都是不祥之兆 林口姑娘骨骼伤口 林口姑娘之所以会在15岁的时候被杀 极有可能是她在她长大后 这种双性的特征随着年龄的变化 再加上这个时间段正是一个人类的快速发育期 双性的特征开始变得更为明显 当这些特征被部落的人发现之后 她极有可能会被定义为灾形 是不洁的象征 是必须要除掉的不祥之兆 因此林口姑娘被部落的人疯狂地折磨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 面对众多部落成员的力量 她毫无还手之力 林口姑娘第二腰椎伤势 只能任由骨叉插进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大腿骨等部位被戳断 那些臂气不断地扎入自己的身体 被深深地按了进去 无法直接拔出 随着朝向自己心脏的骨叉 以及射向头部的骨剑袭来 她的痛苦才得以结束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在人类掌握穿越时空的秘密之前 我们无法得知林口姑娘死亡的真相 但可以确定的是 她的死痛苦且漫长 屈辱且不甘 林口姑娘埋身锁 M21木坑 在西安的一处工地上挖出了一座 7300年前的古墓 震惊一时 并不是说其中的陪葬品有多么精美 而是其中的遗和死状极其可怕 哪怕是在石器时代 这样凶残的手段也是极其罕见残忍的 就其根本 林口姑娘残忍死状的背后 是先民们的愚昧与无知 一 六朝古都京县古墓 1994年陕西省西安市同关县林口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上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高速公路的施工建设 熟悉西安的人可能都知道 西安的工程建设往往要比其他地方还要长 甚至出现了18年修一条地铁的现象 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 一锄头下去可能就是古代某个王孙贵族的墓葬 施工现场马上就转变成了历史文物保护挖掘现场 毫无意外的是 林口村的施工工地上也挖出了古代文物 工作人员已经见怪不怪了 按照规定的流程上报 与以往挖出豪华陪葬品的大幕所不同的是 林口村的工地上非但没有挖掘出任何的金银珠宝 就连丝钵麻布这类不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踪迹 只有一些骨头在了其中 毕竟不是专业人员 工地上的工人师傅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耐心地等待考古工作人员前来查看 相关部门的考古工作人员在得知挖出古代遗迹后 立马东升前往林口村 将有关地段圈起来后 开始挖掘查看这座古代木质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它对于全世界的冲击都是相当大的 对我们日识中国古代传承也是颠覆性一样的存在 今天来讲讲神秘的三星堆 三星堆文物 颠覆的存在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被认为是夏朝 可能就会有疑问 那夏朝前面的三皇五帝算什么 那个年代在夏朝之前 公元前2100年开外 那时候的人的智慧程度我们是不知道的 也确实没有真正流传下来的历史记录 所以更倾向于称三皇五帝时期为神话时代 或者是上古时代 仔细想想 三皇五帝中有一福西 他和补天的女娲是亲叔妹 两个人都是人手舍身 这不能被科学所接受 因为科学讲究的是原理和证据 但是三星堆就不同了 这个文明的神秘不是传书里来的 也不是从历史来的 而是真正来源于出土文物 福西和女娲应该都看过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基本上都是青铜器 而且是在那个年代很难制作出来的大型精致青铜器 甚至还有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 另外三星堆的人形文物 模样也相当令人怀疑 一般都是方脸 大耳朵 大眼睛和大嘴 这种形象在我国的整个记载体系和出土文物中 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就感觉三星堆背后的文明是突然出现的 和外界没有过什么交流一样 但事实证明 三星堆在古代或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物流中转站 都知道 我们华夏文明都起源于黄河长江的两河流域 尤其是黄河最功不可没 我国的部落和朝代基本上都一直没有离开两河 三星堆文物 三星堆生活在成都平原 可是在发掘文物的过程中 考古学家发现里面有不少贝壳 还有象牙的化石 在成都平原上它们哪来那么多的贝壳 有三种说法可以解答 第一是成都平原在三星堆存在 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当时有水与大象 第二三星堆文明专门南下去海边找贝壳 第三三星堆是一个大型的物流交易场所 为什么 因为贝壳在当时拥有货币的功能 经过相关的考察 科学家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 但这种东西肯定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了 三星堆文物 三星堆科技 像当初洛阳在修地铁二号线的时候 挖出大大小小的墓葬120多座 专家只要一看就能大致推算出 墓葬时期和文物类型 甚至还能知道墓葬主人是什么身份 可看见三星堆遗迹的时候 所有专家都懵了 只知道存在青铜器 这个文明在什么朝代出来的 在什么朝代灭亡的 这些问题通通都成为谜题 想要解读不配合科技手段 不翻烂史书找出此马迹 根本不可能 在研究的过程中 考古专家发现 这个文明远比我们想象的超前 拿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术来讲 在整个遗迹中 一共出产八棵青铜树 最大规模的一号青铜树 接近四米 而青铜树上 有九只拥有三条腿的鸟类生物 由此断定 一号青铜树上的鸟 就是传说中的三足金屋 是一种驮着太阳的生物 那这棵树背后的象征 就是神树扶桑 四米高的青铜树制作 有多难就不说了 关键在于其象征的内容 证明三星堆文明 正是我国分支下的 并且它们一定拥有宗教 在验证文明的几项要求中 宗教是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文明一定要拥有宗教 而有了宗教 就会有聚众和阶级 关键在于三星堆 在公元前三千年前 还有就是黄金权杖 其实我国古代是不在乎 权杖这种东西的 咱们讲究的都是国之重器 玉玺一类 这突然在中国的文明当中 出现一个以权杖为大的 像古埃及象征的文明 都显得特别奇怪 三星堆黄金权杖的黄金包背 三星堆的黄金权杖的内部是青铜 外部被黄金包裹 这层金箔只有不到一厘米厚 做出大量青铜器就不简单了 三星堆人还会野金 后来考古学家利用技术手段 确定了青铜神术 青铜人等三星堆文物 来源于商朝 这个文明存在超过2000年 出土文物都在商朝 这说明三星堆文明 是在有一天突然被埋 甚至可以说是突然覆灭的 三星堆祭祀坑 三星堆的故事 1986年6月到7月 三星堆文物先被农民发现 后惊动国家科考部门 这些考古学家挖着挖着 就挖出了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三星堆遗迹太庞大了 这种感觉只有在发现兵马俑的时候存在 有一种怎么挖都挖不完的感觉 直到现在 三星堆的文物还没有挖掘完毕 文物多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物修复工作更麻烦 挖出来之后 不能在那放着排队等修复 根据相关统计 三星堆的发掘还没到3% 直到本世纪末 三星堆也就只能发掘出 1%到1% 想想看 那得是多大的一片遗迹呀 三星堆遗迹 那么这么大的遗迹 为什么在一夜之间被埋了呢 他们的百姓去哪了 根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科学家目前基本确定 三星堆遗迹的文物都是用来祭祀的 所以埋有文物的矿坑 也被称为祭祀坑 如果是祭祀坑 也就能弄明白 为何这么多的文物突然被埋进地下 当时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 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问题倒是好解释 最大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我国历史上会突然蹦出来这样一个 发达到像开了挂一样的古文明呢 三星堆文明 最有可能的推测 三星堆的存在被当时的朝廷抹杀了 也就是说有人不想让三星堆被别人知道 这个别人指的不一定是现代人 而是夏商周时期的古代人 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 在时间上 三星堆很有可能隶属夏商两朝 这里面最值得推敲的就是夏商矛盾 大家都知道 商朝时期是没有对夏朝存在的记载的 真正的记载都是来自周朝的 但周朝有黑历史啊 他们黑化了商盲低心 指责他用残暴的手段管理国家 宇宙百姓 从此来巩固周朝的统治 这不是阴谋论 这是研究结论 三星堆文物 在这种情况下 夏朝到底存不存在都不一定了 因为历史归根结底还是人写出来的 人传人下来的历史 很大程度会进行编撰 当然 低心真的如周王所说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因此夏商存在的一面之词 或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是商朝想抹杀夏朝的存在 要么是夏朝没有真实存在过 这两种可能性意味着 当三星堆隶属于夏朝的时候 商朝不愿意记载 要抹杀它们的存在 或者是三星堆隶属于商朝 其存在被周朝掩盖 考古学家更倾向认为 是商朝掩盖了三星堆 因为如果夏朝不存在的话 很多事情都无法解答 也就是说 在考古上夏朝不可能不存在 三星堆黄金面具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不能太小看古人 它们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甚至历史记录的发达 更智慧 至少敬畏之心还是要有的 在九星堆黄金面具上考古学家更会 在九星堆黄金面具上有的